主席统筹疫苗接种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, 预计本月底前可以供应復星德国Beyondtech疫苗至于其他国产疫苗, 仍未有公广日期。 民建联早前发起要求尽快引入国产疫苗网上签名行动, 主席李维琴指有遇10万名市民参与联署, 要求尽快让国产疫苗公港, 并希望在首次接种疫苗时, 国产疫苗是选择之一, 若国产疫苗未能公港。 促请港府容许市民到内地接种疫苗。 李维琴指正向中央争取, 让经检测证实有抗体的市民, 可着量豁免进入内地后的检测时间。 我们稍后会若见聂德团局长将这10万名签名交给他们, 我们也要求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再次提出请求, 以及跟中央政府去沟通, 告诉市民何时国产疫苗可以安排到港, 以及细节提供。 我认为特区政府应该继续向着清零这个目标进发, 尽快回復通关。 一年没通关其实不止经济营, 很多家庭没办法团聚, 你看看跨境学童没办法上学。 财政司司长下周公布下年度财政预算案, 李慧琼希望预算案会提出有助香港激退疫情, 以及输解民困的措施, 如为私楼或沙毛大厦业主提供维修津贴, 鼓励他们更换屋宇的渠管, 不再成为波毒隐患。 他指政府仍然有8千多亿元储备, 又未曾发行过大型债券, 财政状况仍然稳健, 可以本住应洗侧洗的理念, 支援有需要的市民。 总体我们认为钱是要用在需要的人身上, 我们依然是会敦促司长, 是要推出短期的失业活着, 因为多轮的抗疫基金都是以行业和雇主作为受惠对障, 失业和开工不足的人士, 其实在过去多轮的政府的资助是很难受惠的。 其实边缘中产, 我们所说的这班甲心人士都是很艰难的, 所以我们认为今年, 司长也可以帮助这些甲心中产, 包括设立外傭扣税額, 另一个扣税額就是租金扣税額。